这一幕令人感动 危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广场前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飘扬 虽然台湾并不在联合国名单中 但这群中华民国复兴机构成员 希望借着升旗的行动引发关注 推动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 军官退休的华侨张学海感触良多 那看到国旗在联合国前面升起来的心里的感觉 当然是非常的激动 因为七一年那个时候我在军中 那个时候是 七一年的时候我是忠孝营党 这个很对的 听了这个消息 中华民国复兴机构计划每个月都要来升旗一次 直到成功返回联合国为止 北美中心 不管成不成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报导 戴森温馨提示 今日天气转凉 戴森J-Focus喷射控流技术 快速均匀温暖全防 快速均匀 没有 快速均匀